中共专属的洗脑手段已经侵蚀世界了吗? 在那片广大的疆土上,中共有目的地洗脑中国民众 透过一系列媒体宣传与教育系统 使他们产生党国不分的认知 产生对于政治正确的观念,小粉红横空出世 在墙外的我们,觉得被洗脑很荒谬 但这套系统其实已经悄悄地潜伏在自由世界 我们原本无法想象的言论审查、讯息的封锁 正在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也被洗脑了吗? 越来越多社群平台账号被封锁,影片被删除 人们从网路上、新闻中所能获取的资讯越来越单一 越来越多人的观点不自觉地开始跟主流媒体口径一致 这是否跟中共的手法有几分相似? 我们以前以为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才会有这么多的敏感词 灰杯笑音 但是共产主义背后的魔鬼却不知不觉地在全世界蔓延了 有一部电影里面的台词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谎言的代价不是我们会将它与真相混淆 谎言真正的危险之处是当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之后 将永远无法认出真相 如果我们选择继续冷漠 看着谎言 洗脑着你我身边的家人与朋友 有一天我们将无法承受谎言所带来的代价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你订阅一份大纪元真实报道 我们在乱世浊流中依然坚持地传递着真相 一份每天送到你家的报纸 让你不会因为变形的演算法而措施重要讯息 订阅一份带给你真相的可靠报纸 让你在乱世浊流中依然清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